嗨 各位伊甸園的好朋友 大家早 今天是9月1號的早晨 那各位畫面當中看到的這兩顆植栽 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這兩顆的植栽是牛奶果 那特別用今天的這個時間 記錄一下這兩顆的牛奶果 是有它的一個就是意義 這兩顆的植栽是我在昨天 昨天星期六 我南下屏東去拜訪我的好友 那去拜訪我的好友 在一個愜意的下午茶之後 又請我的好友聯絡之前 認識的在這一個 他就是樹木的種植領域 他要講樹木 因為這位前輩中大哥 他種植了一大片的一些樹木植栽 那在這之前的一個登山的經驗裡面 去跟這位中大哥好朋友認識了之後 發現哇真的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一位非常值得學習的前輩 那昨天下午在愜意的下午茶之後 聯繫上了也親自到了他的樹木的園區去參觀 好大的非常非常廣闊的一片 那個植栽 那這個植栽 那個中大哥他種了非常多的 有樹木有果樹 還有一些相當值得 就是好好的欣賞跟學習的一些果樹植栽 那我這邊特別在這裡做紀錄的是 像左邊這一棵 那畫面裡面各位看到了 你就會發現到這一棵的牛奶果的夜形 很明顯的我直觀 因為家裡有一顆扁石榴還有其他的一些石森苗 那這一棵植栽他的葉子 我一看就比較圓 那你看他葉背 葉背 葉背的那個也些許不一樣 就是比較長不是圓 比較尖 比較長 那這個就比較看起來一般 那中大哥就特別跟我 介紹一下這一棵植栽 他說這一棵植栽來果實 他說他的果實種子 果實來自於越南 越南的品種 然後這個果實的特性 他是他會從綠色轉成粉紅色 那他從綠色轉成粉紅色 的這樣的果實的敘述 就讓我非常好奇 非常好奇 那因為中大哥知道 其實我們有一些的無花果子 在已經有在結果的階段 所以他特別建議我 這一棵的這樣的果實 綠色會轉粉紅色 我再強調粉紅色的果實 他希望我就直接 直接 就直接種 食生 食生下去挑戰他開花掛果 那觀察他果實的特性 就不要再去做靠接或其他的嫁接動作 那我一定會往這個方向走 因為我們食生苗的牛奶果 在我們老弟的照料 我說的這個照料掛號就是 他今年在他的另外一個小園區裡面 他將一顆食生的牛奶果的枝幹的 那個樹頭的部分 砍集之後 果然在這一次來花耶 開花之後 那當然我也很期待 掛果之後會是什麼狀態 果實的特性 顏色等等之類的後續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 食生苗只要你種一定的年限 然後做了什麼樣的處理之後 他是可以開花掛果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 我們自己目前在實驗中的體驗 已經有一些開花的狀況 所以食生苗OK 牛奶果 只是果實特性還有時間 我們要繼續觀察 所以這一顆來自越南 果實特性會轉粉紅色的牛奶果 這是鍾大哥他特別送給我的 那我也會好好的將他地址 到我的新園區的規劃 第二批次 那再來右邊的這一顆 右邊的這一顆鍾大哥 就特別也講 這一顆是屬於他屏東本地的 好朋友已經有經濟栽培 規模化的經濟栽培的 他說這一顆應該也是扁十六的 大子果的牛奶果 那他特別形容 他當初這一顆大子果是很大 很大又好吃紫色的 然後之後取了種子下去食生的 那他也建議我說那這一顆也是一樣 就做食生的栽培去觀察它果實的特性 那我也會往那個方向走 那之後我的地址或各項我都會上標牌 那目前做紀錄就是協助我 從這個紀錄裡面觀察葉子的形狀 去看它是哪一個品種 其實外觀你認真看 你鏡頭裡面看了 這樣就不一樣了 看得出來嗎 細長跟比較短圓 葉子形態不一樣 那葉背目前還不是很 看得葉背還不太很清楚 那這個是屏東已經是經濟栽培的 扁十六大子果的牛奶果的一個食生苗 那這兩個的食生苗 我今天就會一併的攜帶回雲林縣 那等待等待我們新園區的 這個老爸老媽的花生收成之後 再規劃第二批次的果樹的栽種 那特別利用今天早上的時間 在這個地方拍攝下了這個紀錄的影片 那也藉由這個影片再次的感謝 屏東的這個樹木種植領域的前輩 中大哥他自證的這兩顆牛奶果的食生苗 對我來說這個是一個很棒的禮物 那我也會好好的去做紀錄跟觀察 所以在影片再一次的謝謝中大哥 那也感謝我屏東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陪了我們一個下午 陪了我們一個下午 那一併在影片裡面至上最高的謝意 那也希望有機會 大家可以實際也歡迎到我們的園區 來做交流跟訪事 OK 那今天就記錄到這邊 記得喜歡我們的影片 點擊關注訂閱並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